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里朗171才推出就在北韩引爆抢购热潮 阿里朗171不但搭载安卓系统配备5.5寸大萤幕 相机更支援高画质录影功能多到琳琅满目 从相片集计算机通话简讯功能应有尽有 但离奇的是这个APP图示其实只是装饰品 北韩手机仍属于高档奢侈品 按照惯例也无法上网 但在金正恩下令发展科技的浪潮下 功能越来越齐全 只不过号称智慧手机却缺乏智慧功能 这样的产品想跟苹果小米一较高下 恐怕还有漫漫长路 三地新闻最后报道